花蓮央月美帝度假酒店长达三年多协助在地有机农户销售 打造花蓮成为全国最多的有机农户 副一长徐雪玉、先月黄欣除了肯定之外 也呼吁乡亲可以用行动购买来支持有机产业和农友 深更花蓮多年推广有机香草不予利的央月美帝就在酒店 留意三年在深圳假期期间举办欧逢有机小农市集 征收每位酒店贵宾喜爱的认同 并且获得有机小农的热情参与 对于在地生根用心和努力 换现会负一长徐雪玉 先黄欣这是大家的肯定军打集团协助小农的成果 从军打一直到我们央业现在的 一路这样走来三十几年了 为了我们的地方 然后结合我们的有机的小农 能够把它带动起来 然后外来的观光客 只要慕名有机的蔬菜、水果 就一定会到我们央业来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英董的团队 这么的认真、这么的努力 那也谢谢我们小农 能够这样的力挺 谢谢你们 给自己一个掌声 谢谢 真的我们的小农 刚好我们的主持人秀锦讲了 我们小农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为了有机 然后不放这个农药的部分 然后就这样经营起来 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 因为有这样辛苦的小农们 然后让我们吃的安心 真的很感谢你们 我们的英董有团队的一个努力跟用心 尤其是对我们地方的小农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 那尤其是我们这里啊 也因为在这里就业 他的社会责任 我相信很多 是在我们因为 央业前行在我们地方 促成我们地方 很多乡亲能够 在这么好的房间之下 能够来就业 我们无限无限的感恩 所以他在地方办的活动各项 尤其是对于有机的部分 我们花莲县市最多的有机农业 最多有机农业 那对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身体的健康 以及外地来的乡亲好朋友 他们觉得接近我们花莲 就觉得无限的心旷生意 那身体也会健康 所以今天啊 谢谢各位小农的 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努力啊 跟谢谢林董整个团队 在我们花莲 尤其是在我们的吉祥 这样去吉安 我们希望他真的是平安又吉祥 而这次活动共计有17组 花莲结束了有机小农 以及首创文创团队参与 一同分享焦虑有机种植的 心路历程及理念 愿意美丽就要酒店 竟然度也取得 台湾永续旅行协会的 绿色旅行标章 两颗新认证 获运这项荣誉 并且推出次有机爱地球主体活动 以及2023年 智力达成 复碳排放的目标 透过世界的活动 推广军塔集团的理念 接着就关键观众报道 接着就关键的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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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应该会有最大的 感谢观看